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同时持续巩固课程家独特性与专业性 我们公司主要提供不同的艺术类课程 技能类课程或生活体验类课程 课程分为三个不同类别 第一个类别是知识类和艺术类课程 第二个类别是专业技能的职人课程 第三个类别是生活体验类 与企业或团体做包班活动 澳门青年企业家協会说 今期的个案在澳门经营只是两年 所以在课程和开班时间都需要继续摸索 开办小众课程 这就可能和投资人会有些冲突 因为小众课程不一定会有很高的盈利 所以在开办小众课程之前 必须要做好相关的资料搜集和预算 就算课程未能赚钱 可以作为宣传用途 这类小众课程必须要以精品的认识作招来 可以提高课程的收费 我们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提供教学服务 我们会提供B2B或B2C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类别是岩彩 岩彩只有我们这间有 而老师都是专门主修画作的类别 然后再来我们教 中银中小企服务中心说 商户处于初创发展阶段 如果在这个时候引入新的合伙人 容易出现决策分歧 影响原有的运作模式 建议可以尝试和银行申请贷款 配合政府现时具有特别利息补贴的支持 可以减轻借贷成本之外 也可以盘活资金 另外可以多利用社交平台和自媒体合作 加强宣传推广托展客源 在累积一定的客户群之后 再因应情况调整伙程数量和排序 同时根据自身导师的专业优势 可以打造导师的品牌 不断累积后备同学员 现在很多同学可能想学完之后 他们希望可以投入一些相关的学业 所以我们开办了一些专业技能的 一些专业证书课程 就是中标事计课程 另一个是柴师课程 生产力中心说 主动与各类社团、机构寻求合作 在教育中心的非业务时段 增设多元课程 寻求科程和合作导师 增加空间的利用率 实现双赢 在开拓客群上多作思考 例如可以考虑和幼稚园 又或长者服务机构合作 开设幼儿的科与才艺科 长者的书画班等 进而拓展服务客群和收入渠道 年龄层我们主要都是 二十多岁到中年的学生 可能很多都是这附近的 OL 他们可能下班 然后再过来学一些课程 例如画画、写字、圖艺 去放松一下自己 而且是 会柳医若的练度 关系的练度 很多ガス